9和1選戰影響民眾生活的20件事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台灣的經濟競爭力 追回IPEC 中國大陸跟韓國談妥了中韓自由貿易協定 最快明年第二季會上路 台灣的產業將會面臨到衝擊 而馬政府也持續喊話 希望在立法院趕快通過兩岸協議的監督條例 接著要把重點放在兩岸服貿協議 貨貿協議 還有跟其他國家商議簽訂FTA 台灣經濟發展卡在藍綠二鬥嗎 而這回選舉哪個政黨贏得勝利 這對於台灣的未來甚至跟對岸 還有其他國家簽訂經貿協議 會有不同的發展嗎 在討論之前我們先看這個報導 今年3月太陽花學運反兩岸服貿協議 緊接著相關的貨貿協議 同樣引發強烈抗議 馬政府沒先做好國內溝通 掀起一片反兩岸協議風暴後 焦急喊話 這可能進一步影響台灣加入區域經濟整合 當前台灣燜經濟的根源 事實上是在全球化和自私經濟 而不是中國大陸的崛起 紅中必反 不會解決我們的問題 其他國家要跟台灣打交道 中國大陸的態度絕對是考量之一 馬政府致力兩岸關係真的有讓台灣走出去比較順嗎 目前跟我國簽署了經濟相關協議 包括了中美洲五國 紐西蘭 新加坡跟日本 也把目標放在洽談TPP RCEP 甚至新成立的亞太自貿區 只是這關鍵都在中國大陸嗎 若兩岸關係持續穩定甚至更好 對台灣加入區域整合就有正面幫助嗎 民進黨有不同看法 馬總統都還沒有告訴我們 為什麼會從八年入梯轉成越快越好 是不是選舉要到了又要出怪招 把經濟不好的責任要全部推給在野黨 台灣要拚經濟全民都有共識 但馬政府執政六年多 兩岸經貿牌從選戰補藥就快變成毒藥 能對民進黨造成的壓力不如以往 相對的如果選民給民進黨機會 就合一選戰大勝 如何擺脫鎖國的質疑 也是民進黨的重要課題 兩岸關係在國際之間有什麼樣的影響力 如馬政府所說的 我們如果先跟大陸簽訂經貿的相關協議 就能夠藉此讓其他國家願意 跟我們進一步洽簽FTA嗎 這中間有哪些關聯 先有請請教教授 我想中國的因素 在台灣加入所謂的區域經濟整合 這一類的這種國際組織裡面 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這裡面當然有兩個 一個就是說台灣和中國之間的 長期的這種歷史 或者是現實的利益的糾葛 意識形態上以及整個兩岸的這些政治社會經濟制度的不同等等 這種所造成的這些複雜的因素 對於中國對於台灣一定是有它的整體的所謂的政治上的目標 希望把台灣圈住 所以在這裡面就是說 要透過中國才去和世界其他各國簽訂這些雙邊協定 當然是一種考量 但這種考量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就是說你自願成為中國的一枚棋子 就是說或者是說你接受中國對台灣的所有的要求 那麼這個在台灣內部當然有非常嚴重的一些旗艦在裡面 那麼我想基本上是這樣就是說 剛剛講的就是說太陽花血印 對於兩岸的這些服貌協定的這種反彈 我覺得並不是它所顯示的意義不在於 血印或者是台灣的社會不贊成和對岸簽署經濟的協定 而是最重要因素在於馬政府在過去的協商過程裡面 所採取一貫的那種給人感覺黑箱作業 以至於台灣社會非常焦慮各界 非常焦慮甚至憤怒 出來反對草率的這樣的一個協定的簽訂 我覺得就整個決策的風格 決策的這種粗糙 是造成如果今天要歸罪說到底是誰造成這個兩岸 ECFA以及福茂甚至福茂的第一部的簽訂的延緩 我覺得政府本身是要負起最大的責任 畢竟今天的台灣的社會已經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你不可能叫國會叫在野黨叫相關的業界 人民公民都乖乖的聽你 你說怎樣就怎樣我覺得這是很關鍵的問題 就是簽完之後回來告訴大家我簽好了 是啊 這樣子沒辦法消除這些語力 有一點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談所謂經濟的協定 雙邊或多邊的 你說TPP RCEP 或者是最近所談的 FTAAP FTAAP 這一類的東西我們要注意到一點 就是它的出現是在21世紀的現象 在20世紀結束之前 事實上這種多邊 雙邊的這種貿易協定 並不是很多 所以這是一個最新的一個現象 近年來興起的一個現象 十來年而已 韓國是走得很快 但是我們要去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韓國走得很快 韓國某個程度成功了 是不是台灣一定要走韓國的路 FTA沒有 包括民進黨在內 不會去反對FTA 但是不要為了簽FTA 而是去簽FTA 簽FTA一定是對你國家好 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國家在準備 跟對方簽FTA的時候 一定有它本身的戰略經濟的考量 這些東西是什麼 政府要跟人民溝通 跟社會溝通 我們要犧牲什麼換取什麼 沒錯 如果這些都不清楚的話 人民必定是焦慮的 何況兩岸之間本來就是 就是那麼樣的長期的敵對 到今天為止 雖然台灣已經對中國 已經解除了敵對狀態 中國到今天為止沒有對台灣 解除敵對狀態 對 尤其是習近平之前的喊話 大家會了解 所以這中間的這種複雜性 其實執政當局本身要負起最大的責任 就是說它要讓人民信賴 然後它去潛艦作戰的時候 才不會沒有後顧之憂 但是我覺得就目前就過去這幾年 從FTA簽訂以來這幾年 正好是因為逐漸的失去這種 人民的信賴 所以很多決策 沒辦法順利的 對 接著就算說 這個條文內容再怎麼好 大家還是會有疑慮 對不對 我們今天主要這個話題 我們今天就看 今天網友上面 網友在我們的臉書的討論團 粉絲團上面 大家是怎麼樣來提到的 那我們看到是總統提到 這個我們題目是說 就像剛剛這樣子 我們說希望能夠儘快完成 兩岸的服貿審查 那麼我們就提到了 九黑巡占結果 那麼會不會成為我們跟其他國家 簽訂經濟因素的相關的影響 那麼網友怎麼看 很多人會認為說 我們先看第一個網友 還會認為說 如果藍天變綠地 怎麼可能會牽服貿呢 這可能是有一般人會認為說 也許民進黨兩岸關係不好 這是一個民進黨 必須要克服的問題 兩岸關係不好 那會不會真的影響經濟 這一部分也是 國民黨主打的一個點 那麼另外還有人會說 這個加上就是總統 可能從2008年開始上任以來 如何拼經濟相關的這樣的標題 看起來好像到現在 還沒有完全的拼到經濟的樣子 所以顯然是對總統的 一些相關的喊話跟做法 是有疑慮的啦 那麼另外還有人會說 到底是拼幾年的 那麼等等 很多人會認為說 就像剛剛我們在新聞裡面看到 已經執政六年多了 那如果說真的 我們跟兩岸關係這麼好 簽訂的協議 真的可以讓我們經濟變好 看起來好像其實進度 也沒有想像中這麼的順利 是的 的確沒有那麼順利 主要原因我剛剛也講 所以就主政者來講 他除了能夠去和對岸 做一些溝通協調 雙方有意願來簽這種 經濟協定之外 他必須要很有能力 跟社會跟人民跟政黨做多方面的溝通 跟相關的業界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做得很糟糕啦 這個是非常重要一點 剛剛網友提了一個問題 我覺得有趣的就是說 民進黨執政之後 那其實是更糟糕嗎 我覺得可以反面思考一下 民進黨上來之後 他去做兩岸的這些經貿的推動 反而比較容易獲得人民的信賴 大家會覺得說 會比較要求相關的細節嗎 民進黨長期以來 不是很站在台灣的主權獨立自主嗎 那這樣的一個政黨 他成為執政黨之後 他去推動兩岸的經貿的合作 他比較不會有那種 所謂出賣台灣的疑慮 這也是另外一個角度 其實你從2000年民進黨執政以來 你去看民進黨執政的經濟表現 你會發現 回過頭去可能會發現 經濟表現很好 8年 絕大多數的經濟成長率 都在4以上 而且都接近6 甚至有還破6 所以 但是你相對馬政府執政6年 你發現其實他的經濟成長率 每年都在4以下 很多都是在2 甚至不成長 大環境不好 總統的跟大家講的是 因為整體全球大環境的不好 我覺得這當然就是 這也是一種說詞 但是大環境不好 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還有SARS風暴 還有大抗的風暴 所有這些風暴 都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我要講的 我不去挑起兩黨之間 誰比較好的問題 我們來看一個就是說 即便民進黨主政 你看他執政8年 很好 經濟表現很好 也有一些外在的因素 甚至中共說 兩岸之間的關係緊張 可是大家有沒有看到 兩岸之間關係緊張 這是政治上長期緊張 可是在經濟上 民進黨在2006年到2007年的時候 兩岸經貿的貿易額 進口加出口首次突破1000億美金 是2006年 OK 之前李登輝時期還借急用人 對不對 到了馬政府時代 讓他又大力往前推進了一把 基本上你看到這樣的一個脈絡 民進黨不會輕易的去反對FTA 但是要問的就是說 簽FTA到底對國內哪一個業界好 哪一個sector 哪一個部門好 會對農業會造成什麼樣的傷害 要很完整的跟社會講 要透明公開獲得共識之後 然後你在說服 然後取得共識 然後大家一起往前走 應該是這樣才對 順序應該是這樣子 對不對 不過我們看到 我們現在所希望加入區域經濟體 包括我們剛剛提到TPP 還有RCEP 另外還有就是FTAAP 不過TPP我們真的講了非常的久 這個門檻到底在哪邊 困難度是什麼 這個問題我想很清楚 這個TPP這個是美國在主導 那麼甚至排除了中國俄國等等 困難到底在哪裡 其實我覺得眼前就有一個 很好的一個例子 比方說這個TIFA對不對 美台之間的投資貿易協定 早就有存在了 現在美國商界 美國商會還站出來說 希望趕快通過這個BIA 就是雙邊投資貿易協定 但是為什麼始終都不順利 我覺得當然這裡面有一些難題 要去克服 包括說台灣的這個 是不是要決定徹底的開放 然後比方說美豬的問題 美國豬肉要進口 那麼這裡面事實上有很多很複雜的政治 和經濟的效應 最近食安問題這麼嚴重 台灣人已經變成精工之鳥 如果進來一個美豬 這個美國豬肉又有萊克多巴胺 這個殘餘量這些難解的問題 怎麼辦 所以這問題真的還是滿多的 的確沒有那麼簡單 可以解決對不對 好更多的政治話題 我們之後還有時間再去聊 我們先來關心明天 還有哪些政治行程 明天繼續帶您關心最新選情 每天都會有交點話題 我們也希望觀眾朋友們能夠透過 我們劉電TV的臉書粉絲團 在我們的交點話題貼文 留下你的看法跟提問 我們會在節目當中跟專家來分析 今天我們也非常謝謝 這個游映龍教授 來現場我們分析謝謝您 謝謝再見 那麼感謝收看 我是謝麗文 晚安再會